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狐狸又瘦又小 不大相信他的话 可是听他这么大的口气 又不敢不相信 老虎犹豫不决的样子 早让狐狸看出来 他冷笑一声说 嘿嘿 你以为我是骗你吗 要是你不信 你就跟在我后边看吧 我走到哪儿 大小野兽见了我 就得逃跑 老虎想 这道应该看一看 于是 狐狸大模大样的在前头走 老虎紧紧的跟在后边 山上的路 野养一看见狐狸后头跟着老虎 都吓得逃跑了 老虎看了 还以为他们真害怕狐狸 没想到他们正是怕自己 完了 之路为马 教高做了秦朝的城乡以后 千方百计想篡权 不少大臣对教高很不满 教高决心把反对他的人都搞掉 一天 大臣们都来朝见秦王 这时候 教高让人把一只鹿牵到宫中 当作礼物送给秦王 他对秦王说 我给您送来了一件珍贵的礼物 它是一匹世界上少见的千里马 请大王收下 秦王笑着说 成像错了 这明明是一只鹿 你怎么说是马呢 请大王仔细看看 这确实不是鹿 是一匹千里马 教高回答 马怎么会有脚 秦王问 教高说 这肯定是一匹马 大王不信 可以问问各位大臣 是鹿是马 本来是没有疑问的 可是大臣们确论起来 有的人一直奉承 教高就说 这肯定是马不是鹿 几年以前我也养过这样的马 有的人不愿说假话 但是怕受教高的迫害 就不表示态度 也有不少大臣不向教高屈服 他们坚持说 那是鹿不是马 在大臣们一路问的时候 教高都清楚了 不久 凡是说了实话 不同意教高之鹿为马的大臣 都一个一个的 造到教高的迫害 完了 手指带兔 从前有个人在田里种地 忽然跑来了一只兔子 一头撞在田边的大树上 兔子撞死了 那个人非常高兴 他把兔子拾起来带回家去 从这天以后 他就放下锄头 坐在大树下等着 希望再有兔子跑来 撞死在大树上 他等了很长时间 兔子没有再来 他的田地可荒芜了 完了 在大树上 出发了 家伙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